哈喽大家好我是米卡 那今天就继续回来这个试卦节目的环节 那《花家》系列不得不说也是来到第三年了 那今年嘛就是有一个比较微妙的这个言论去走出来 就是在说亚生到底是不是女孩子 那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个设定呢? 因为那个亚生本身就是个怪度的角色 那所谓的怪度嘛 他的身份就是让人磨不着头颅 或者就是那个会有神力感 那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在说 那《花家》系列前面那两年 都有去推出这个男孩子的角色 透藏在里面 所以嘛就今年可是第三年耶 那会不会有女装大佬去透藏在里面呢? 那这个真的真的很难说 那这边嘛首先就是看前面那两年 就是有去推出到的角色 那基本上啦分别就是在前年的这个新来Alpha 跟去年的富兰克林Alpha 那他们两次理论上啊 因为那个目前嘛就没有官方的资料去考证 我就只能说理论上那他们都是男生 那基本上啦不得不说啦 那我觉得也是米西在一个设计比较那个考究的地方 因为那个你去看其他游戏嘛 6月是那个日本画家的月份 所以啦在外面很多游戏啦 有时推出这个香香的驴角来卖钱 啦但是那个 官方团就米西毕竟就是那个读书一格嘛 所以他们就去推出这个蓝星的角色 那我觉得啦那还是蛮有趣的啦 啊但是这个东西下来 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里面这个背后有什么原因 嗯 哎这边啦我那个 就差点 讲给大家听啦 如果大家有去留意到的话 那其实每年的6月就是那个同志骄傲月 啊真的有这个东西不是我瞎掰 对真的有这个东西 如果啦就是各位啦 就是外面有去打一些APEX啊 或者外面的游戏的话 其实啦或多或少啦 都是会去跟你会去讲到这个东西 对那只不过嘛 那当然就是会要日本 或者就是中国的游戏 那就会比较罕见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也是有想到 他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去跟米西去设计蓝角就是有关系 就是哎蓝角嘛 就是呃也是代表着 这个可以去跟蓝星去结婚 哎没有啊 啊这个 啦这个联系 只是我在下班 啊就是我觉得是有联系啦 但是他米西那个是不是这样去做啦 我就真的不知道啦 对啊 搞不好他就真的 他就真的刚好而已啦 好啦然后那个哎就回到这个重点嘛 就是在说哎他今年嘛 就有去推出三只角色 那到底会不会就是有其中一只是女装大佬了 那这边啊 我就马上嘛嘛我就那个 去切晓这个答案 那在基本上他米西啦就是会有一个 官方的网站就是那个来去跟大家去讲解一下那个角色的设定 那基本上我去切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亚胜是实实在在的女性角色 所以我真的觉得也不用那个多猜什么呀 对啊 他那个 因为那毕竟啊他这一些资料啦 一般而言啊都可以在网路上去找到啦 然后那个再加上嘛就是在说他那个 真的是女性角色 所以 没有我真的觉得很微妙 因为不得不说 我真的觉得亚生之前我没有去在意到 他这个东西什么属性 那个假小子的属性 不得我啊 如果今天真的是包持着一些特定的角度 或者特定的属性来去看亚生这个角色的话 那或许啦我真的觉得有机会去看错啦 好了 然后那个 所以嘛 就回到这边啦 就今年推出这三只啦 我觉得啦 都是那个实实在在的是这个女生的角色啦 那只不过嘛 那为什么到今年那个米西就不支持这个东西 那我们大家就不知道啦 那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就不能乱讲啦 因为他米西从来都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东西 那在我的角度来看吧 就是他偷偷有去藏在里面的一个小彩蛋 或许他还是背地里有去支持这个东西 那只不过 可能在亚洲的社会 那就不好说了 好啦 那希望那个 基本上啦 就也是把这个东西那个小小的去分享去给大家听吧 嗯 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帮我按赞按按订阅 那就到这边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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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嗯 啊 b